Hello大家好,做每个行业做到了极致,都会有一番作为 今天的故事主角叫阿兴 他呢在吹销方面这个行业里啊,是佼佼者 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他以前的事情 阿兴是80后,长相很漂亮,比较有肉感 性格呢非常的直爽,非常阔气的一个女人 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人呢很实在,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他自己挣钱就好 对外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追求,一心想要赚钱 他为什么之前会做这一行呢 多年以前呢他还不到21岁 家在广西北海市那一带 从市里到他们老家呢要坐半天的汽车才能到村里 父母呢都是耕地没有文化,家里特别穷 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呢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 在16岁的时候啊在村里就谈了男朋友 男朋友谈了三年之后呢 后来男朋友就去市里开了一家服装店 但是他男朋友都怎么都不带他去市里玩 后来啊这才发现他男朋友在城市里面 找了个新的女朋友 阿星就觉得啊一直都以为是男朋友嫌他穷 嫌他没有文化,嫌他家里孩子特别多才不理他的 所以呢他就和姑姑来到市里去打工 他们呢也开了一家服装店 他就一定一定想着说要挣好多钱了 气死他的前男友 但后来他姑姑回老家结婚就再也没回来了 他就一个人干 但拼死拼火一个月只能攒到四五百块钱 但他那个时候实在想太多的钱了吧 就想挣好多钱来气死他男朋友 刚好在这个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个老乡 这个老乡从去年开始就在外城做服务嘛 赚的钱很多 他就想着说跟他老乡一起去了 因为他老乡说挣钱特别多 这对于一个做小姐什么他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嘛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处女了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他就自己找到他老乡带他出去的 去了之后他才觉得开除可以赚那么多的钱 他还经常感叹早知道 就不会把第一次给了那个薄情寡义的前男友 不知道 那个时候接客啊多的时候一个星期三四个吧 少的时候两个 生理期的时候也接 因为男人中意吹销给的钱又多 很多呢是不愿意吹销的 但阿星他根本就不在乎 而且他认为这个钱赚的多赚的快 他就想说多赚钱 而且呢他是完全以赚钱为目的的 也不挑客人 老到年轻的都可以啊 很多人都喜欢吹销 但最难的也是吹销 他的服务好 又会讲白话粤语 所以回头客特别多 就喜欢吹销的客人都会推他 一般情况之下 客人都是戴套的 但如果说有喜欢不戴套的 他一般就吹销 主动吹 他知道嘛 吹销是最好的 男人也是最喜欢的 所以呢 他真的就一个把中做至上的一个人 他之所以如此认真的去做 无非就是想多赚一点钱 多多赚钱之后呢 以后可以跟他钱男友比 看谁有本事 阿兴呢 在吹销这块技巧上面啊 就算得上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所以说呢 不管做什么行业哈 你做到一个如此境界 好像总是能收获到一些常人 不一样的东西吧 但对于阿兴来说呢 就是要比钱男友更有钱 他必须要赚好多钱 他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 气死他前男友 也没有太多其他的目的 就是要钱 所以他不分昼夜的 不管怎么样自己与否哈 他就是非常努力 以前最多的那一巧来 我就觉得他真的是 挺厉害的一个人哈 绝对那种不管做什么 都要做的特别成功的人 因为他就只有一个目标是赚钱 像一个无情的赚钱机器一样吧 他赚了几年的钱 回家就把老房子装修了 改善了家里的条件 确实哈 也做到了比他前男友更有钱 当他看到前男友的时候 他觉得这男的也就那样 这么多人一口气也算平了 阿兴这么多年呢 就练就了吹销绝技 到了哪里都做得很好 他之所以说以吹销为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有的人戴上套就软了 在周术系统 他收到团来的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之后等等一系列刺激之后 经过一系列过程啊 丁进膨胀起来了 所以呢 戴套就意味着 勃起之后 需要分心 首先啊 如果勃起没有充分完成之后 就戴套 那勃起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尤其是啊 就对于性经验 比较少的小司机来说啊 这种影响 甚至会导致 直接就软下来了 就没办法继续战斗嘛 其次 如果敏感度比较低的 要勃起的 就有一点小困难了 又加上了一层套套 那自然啊 维持兴奋的状态 就比较困难 从而导致阴气疲软 另外心理上呢 就很难集中注意力 注意一旦转急 兴奋程度就降低了很多 从而无法维持勃起 另外呢 潜意识里 不想戴冒险套 又不得不戴冒险套 潜意识里 否决这件事情 也会导致阴景疲软 总的来说呢 可能有的人戴了冒险套 又多了一层感觉 会降低他的体验感 对阴镜的刺激度 也会相叮一 对阴镜的刺激度 也会相对降低 那这一部分人 可能就是戴套容易软掉 有的人呢 因为戴一个保险套 有一个隔膜嘛 就有一种 有点隔靴骚痒的感觉 对他们的阴镜来说呢 就有一种 直接触碰的那种触觉 直接的刺激感 上了直接的摩擦感 他一定要原本的那种 肌肤跟肌肤相处的感觉 才有办法去维持原本的刺激度跟感觉 才有办法硬挺起来 那有的人呢 就感叹保险套最大的问题就是 勃起钱不能戴 这两个人轻轻摸摸 新换起的时候 再戴套 可能会导致中断 可能对小年轻来说 不会太大的影响吧 但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 戴套的时候就软掉了 我在想还排除本身的生理问题 其实这种情况就心理上呢 估计挺难可服的 戴人套呢 总感觉特别别扭 无法集中注意力在这个上面 一带上呢 就会有特别低落的感觉和情绪 所以呢 很快就软了 那屏幕前的男士们 你们会有这种情况吗 就欢迎留言评论 好的 那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了这里 请大家记得帮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分享留言 开启小铃铛 拜拜